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炮 结果就引来更大的反弹了 那在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无论是这个华社团体呀 家长或者是政治人物等等呢 都纷纷站出来表达他们的那个看法 当然反对是占多数的 以目前的情势来看 我觉得这个找一闻的课题相信还会在闹了 不是不应该说是闹 应该就是说还会议论了一段的很长的 看起来会不会这么快落幕 主要是这个我觉得华社的这个反弹声音太大了 而这个教育部政府还有这个政治人物 几乎我觉得他们 我不了解他们到底是无法感受到这个华社的担忧呢 还是因为这个政策已经是势在必行开跑 以致他们也无法力往狂澜 只好是用一种自圆其说的方式 要希望让这个事情尽快落幕 我觉得这个只有相信是教育部自己才会知道了 那其实这个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 他前几天也是有和董教总等华社 还有音译团体见面 而且他们也是达成了几项的共识 包括只会向学生介绍找一闻书法 而不是学习找一闻书法 同时也承诺说就是介绍找一闻书法的教学内容 不会作为考试的题目 就是不会增加老师还有学生的负担 那还有一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 教育部同意在修改课程评估标准DSKP的时候 就会邀请华教还有大明儿教育团体一起来讨论 确保说大家都认同之后才落实的 就在当天宣布这个共识的同时 我就突然我又看到了就是说 教育部也准备在小五跟小六 也要在后年开始落实 我觉得这个共识跟这个落实新的一个 就是五年级和六年级也要在开跑的时候 我觉得华社应该如果是作为华裔家长 他们心里面是不会放下这个 不会安心 不会因为这个共识而安心 反而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是 好像是没有回头路了 尤其在这个找一闻的课题上 我觉得很多人都希望 因为你知道西盟政府上任一年来 有一些政策都在悠转了 那么很多人都希望 这个在找一闻学习的课题上 都希望这一次教育部就来个赶赶的悠转吧 可是以目前的情势发展来看 悠转的机会几率是非常之低了 是那我在想说 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找一闻风波呢 会被闹得那么大 是不是因为可能啊 大多数人他们对于就是政府呢 已经是失去了这个信任了呢 因为像是平时啊 像以前吧 如果说西盟政府 他们可以先去承认同考 那现在来跟你就是介绍说 这个找一闻的话 至少让人们就是知道说 以前他们也是已经兑现了承诺 那现在呢 如果说要推行这个找一闻的话 可能反弹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大吧 其实就是说这个尤其是华人 对这个政府的不信任并不是一朝一夕了 就是说从所谓的前朝就已经开始累积了 那么因为新政府上台的时候 大家都有很高度的期望 希望他有所表现 可是在这个一年多来 我们就发现 我们就以这个刚才你提到这个 承认同考为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当时候在竞选宣言上 大家就提到了是说会马上承认啊 就是说甚至在他们西盟的政治人物 都不断在嘲讽 前朝是承认同考是一里路的时候 现在大家都说 这个反而是反而 现在看起来是承认是条条千里路了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 你让这个人民失去了信任的时候 就开始对你的信心动摇的时候 你又推行这个找一闻的时候 大家就认为到我们说好的 以民为本在哪里了 是那另外呢 我觉得说明年小四的这些学生们呢 他们其实还挺不容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找一闻之外 他们还要学习编程 因为教育部是已经将这个编码课程呢 纳入四年级设计和工艺的课程里面 所以换句话说 除了Jawi还有Java呢 对我就想如果是大家有去方阅一下 现在小孩子的课本 我们会发现他们学的内容 其实是越来越深奥了 我觉得像孩子的压力真的是挺大的 就是他们学的东西 为了所谓的我们所谓的于时并进 他们要学的东西是太多了 所以他们的压力其实也很大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想 教育部真的是有站在学生的角度 来设计他们真正需要的 这个学习的内容吗 对那最后呢 只能够说是现在的确是苦了 现在的这个小学生们吧 就是大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呢 有没有问过小朋友说 你们到底愿不愿意啊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说 就是希望把教育部所做的每一项决定呢 就不要再去加重这些小朋友的负担 就是让他们快乐的学习了 我觉得现在是离这个快乐的学习 是已经有点远了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呢 再继续的会有 我新周主编点新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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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